鼎爺前妻 現年71歲資深女演員詩明 今天突然處理入院的消息 報導指 詩明於上星期五在家發生嚴重意外 她不慎跌倒 頭部落地 造成重創 之後送院檢查被醫生診斷情況嚴重 需要立即進行開腦手術補命 目前詩明留意深切治療部 依然處於昏迷狀態 詩明的大兒子李永漢接受訪問時難掩傷心爆哭 她透露 接下來這幾天是關鍵期 希望媽媽可以大步纏過 而12月5日正正就是詩明的71歲生日 原本李永漢已經準備好和媽媽慶祝生日 但想不到就突然發生這樣的意外 另外 之前盛傳李永漢和媽生弟弟李永濠兄弟反眸 問弟弟知不知道媽媽入院 李永漢表示自己並沒有直接和李永濠有聯絡 但知道對方已得知媽媽入院一事 而鼎爺爺爺已經知道前妻出了意外 希望詩明加油 早日蘇醒 感覺平革了爺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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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